记者简会如台北报道,劳动部日前宣布明年基本工资调涨为23,100元,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在脸书专页开枪,难道23K就不是低薪了吗?多一千元有什么帮助? 更何况蔡英文自己还宣示过要将基本工资提高到30K,丁手中在脸书专页丁手中粉丝团发文中表示,小英政府老爱走文经执政的路子,老用些精心琢磨的修辞来掩饰执政失败的窘境,人民无感,自然就成为干化产生机。 丁手中文中指出,就像小英开心宣布曾经是低薪代名词的22K被送入历史了,因为劳动部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已经决定,将基本工资月薪从现行22K调升为23.1K,等于时薪从140元调到150元,每个小时可以都给你一枚10元硬币。 丁手中指出,一般人真的搞不清楚该高兴什么,月薪23K就不是低薪了吗?每个月就多1000元,对11住行条件的改善有什么帮助呢?是期待民众感激提灵的来歌颂小英政府得正吗?更别提蔡英文自己还宣示过要将基本工资提高到30K了。